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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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向上三問訓 一問訓 二問訓 三問訓 與任客老師相互問訓 請坐 好 各位同學午安 現在我們 上次是講到佛儀教經 這個佛儀教經 它的開始 是世尊在 居斯納羅之 梭羅雙樹間 入涅槃 最後的 一個宜教 那麼這邊有一個 梭羅雙樹 上次有很多 沒有 所以我們重新再 印過了 補充了 那麼那個版本不太一樣 那個是用了很早的版本 請各位看一下註解一 梭羅在梵文裡面 是沙拉 是高遠堅固的意思 相傳呢 耶摩夫人 摩耶夫人就是 師尊的母親 在藍皮尼園中 守扶梭羅術 產下西達多太子 西達多就是佛陀 玄奎大師在印度求學的時候 這個書已經枯死了 後來釋迦牟尼佛在 居斯納羅城 就是摩羅國的都城 一個河邊的梭羅樹下入滅 相傳 釋迦在入滅的時候 說羅樹同時開花 林中一時變白 如同白鶴降落 所以又稱為鶴靈 玄奎大師也曾經到 這兩樣造訪 龍樹菩薩在十祖批菩薩論裡面 說到 這個佛陀是在梭羅樹下成道 因此 這個樹在佛教中呢 受到很大的尊重 被認為是一種神聖的樹木 這是解釋這個梭羅雙樹 後面還有一些其他的解釋 我們後面再說 佛策悟 安慰地之道 世皆無常 世皆無常 惠必有梨 惠必有梨 就是何必有梨 悟懷憂鬧 世時為粹 無堅牢者 我今得滅 如除惡病 一般對於一個人的臨終啊 都是懷有一種不捨 而佛陀呢 就借著這個 這個 入涅槃 注意到入涅槃的意思 是極滅 但是也是懈脱 出離生死的意思 世間 所謂國土為村 四大苦空 五運無我 那入涅槃就是 出離了這個 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麼另外呢 諸行無常 世生滅法 生滅滅以極滅為樂 這也是非常有名 所以以前 有人就 比丘啊 就聽了這句話 他就 進入涅槃 是處的 林中的娑婆樹 兩兩成雙 一枯一榮 故此地名為 雙樹林 翻譯名義極 大金雲 東方雙者 欲常 無常 南方雙者 雙者 欲樂無樂 西方雙者 欲我無我 北方雙者 欲敬不敬 四方各雙 故名雙樹 方面皆兮 一枯一榮 那這裡呢 這個翻譯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 梭羅雙樹 這個雙字 做了一個 一禮的解釋 不只是 那個地名的 一個解釋了 是常 無常 所謂 常樂我盡 這四個 所以到後來呢 佛還有一部經呢 叫做 大波涅槃經 有四十卷 有大乘的 有小乘的 那在《華言宗》裡面 最後呢 就是講 《法華涅槃史》 所以這個《涅槃經》所代表的 那種比喻呢 就是說 佛入涅槃 弟子不捨 那佛就告開示弟子 我的入涅槃是常樂我盡 是涅槃是德 你們不要憂鬧 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這個 梭羅 就是梭羅 梭羅桑樹堅這個意思 它是有形式上的解釋 有意理上的解釋 好 下面我們再看到 第一頁的最後一行 嚴釋大師在解釋 佛依教經 書結要結語 就是把這個 《遺教經》做了一個註解 這個註解 這個註解我特別用紅字 在講義上是沒有紅字了 會比較 是會比較磨 暗一點 在黑板上就說 死經 人會不會摹 最重要的註解 這個粹註解去 他們說 和的是什麼 在怒怕 举多份也 多份就是说讲的比较多 我们有少份 多份 满份 一般大乘是满份说 就是小乘是多份 那大乘就是少份 拔云凡入礼生坛 则见乎传颂 至凭一切尽处 或变貌是之 亦解密于中边 那么拔就是最后 廉世大师就说 凡是入礼的生坛 就会大家会传授 至于到了平易近人处 就是说佛经讲的大经大论 讲得很深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这个很了不起 可是讲到像仪教经 这一类的经 就是平易近人 这平易近人就是最基本功夫 就是平常学佛 做人处事 那个基本的原则 看起来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 实际上高深的道理 就在平易切尽人世之处 或变貌 变就是一个帽子 帽头 意思就是就会轻视它 藐视它 一简密于中边 什么叫做简密于中边 就是我们这个仪教经里面所讲的 辟如实密中边皆填 密不分中间边缘 无一不填也 也就是说 这个密呢 不管它是中间的密 旁边的蜜藏起来都是甜的 也就是说 这部经论啊 你不要管它浅也好 深也好 它都是很甜的 都是很甜的 都很有 无一地不甜 都很有意义的 而实相过不遍也 实相的道理 是大声说的 什么道理都喊 不管浅跟深 所以我们说日用寻常 迎兵送客 都是妙道 好像日用寻常的事情 其实都是实相的道理 作为冤人观法无法不原 所以最后的叮铃呢 沿由在耳 楼骨铭记 共报佛恩 就是像佛陀在 在露灭的时候 那么最后的叮铃就是很深刻 应该是很深刻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此经最引人争论者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加了一些 它是大真师 小臣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一教三经 是以前学佛人必读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们汉川佛教都是大臣为主的 可是大臣为主呢 往往有的也涵盖小臣的道理在里面 那么现在的学者就会很认真的 从学术的从他考证的来看这部经 所以他会重新在估量评估这部经 就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读禅宗读哪个宗 他都会读这三 一教三经 现在很少人去说了 所以呢 在教相 教相就叫到外表来判事 来判别 来解释 他是属于大臣还是小臣 若以地经之初 史经明显是属于小臣的涅盘 经的 是声文的教相 是小臣的训事 专职比丘 但后人为了尊重此经的地位 符合国人的心性 自来 是为少龙佛总 祝词佛教的出家僧团说 以奉持经界以修心 因为以前 这些学佛人 我们可以看出 有高僧传 没有居士传 居士传是很晚 才有居士传 虽然也有居士 这当然就是说 直辞而说的 我一出家的生团说 都讲的 然后来因为 还有一点 以前读书人非常少 百分之八十都是龙人 绝大多数不适智 后来都慢慢 比如我在英国四十几年 很小的时候 看到很多大人 二三十岁 很多不适智文盲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适智 所以环境完全不一样 情况是不一样 这是要稍微了解的 那么印光大师 他有序 他说其语虽是专职比丘 其语无以 谜骗九法界 一切贤胜 谜有决意 印光大师呢 他就 印光大师是比丘了 他说 那个时候 印光大师那时候 清朝末年民国 那么明治已开了 慢慢慢慢 所以他就说 他在里面所讲的 好像指比丘 对于我们读说 这是跟比丘说的 我们 居士有什么关系 其实 他就说了 其语无以 不如说 谜骗 这个骗子有 有可能错误 不是编 骗 就是一个走直 或者一个双人旁 谜骗 九法界 一切胜险 谜有决意 什么叫做 谜有决意呢 因为他们都 生在那个时代 很多用了什么呢 是诗经里面的话 谜就是没 决意就是 遗漏 胜于 谜有决意就是说 没有一个 根器的人 出家人 在家人 圣人 凡人 九法界众生 没有一个例外的意思 都可以含舍在内 本来是说 某某的事 没有决意 没有子孙的 没有什么 此地讲的 没有例外的 以原人授法 无法不原 佛以音音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么他用了 说 原人授法 所谓原人授法 的意思是说 原人你看到小成 也是大成 也是圆满的 看到凡夫的 外道的 他还是圆满的 所以又 引用了 这个 为谓解军的话 佛以音音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其实 黄黄遗教 不被三圣实贤 所以这么样的一个 佛的遗教 都全部含舍在内 以向来论者 多以小鸡所见 及遍见比丘 最至普照 九法界之心光 进去为 出家小城之训会 不可痛哉 可不痛哉 就是很简单的说 那么 以前人都因为 是对比丘的 是对小成的 是治了汉的 其实 他是 都含舍在里头 下面呢 就是印竹所讲的话 所以 我们就 做一个说 印竹所言 最为周道而贴切 盖于小教 本为大乘之计 白痴高楼 根于基史 信寿 及承受佛法 固无分 四宗弟子 当可一体实用 就好像说 五戒十善 并不是说 出家在家人都是 根本戒律 根本的 一样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看 佛语教经 一名 佛垂涅槃 垂就是将要入涅槃 略说 教戒经 就是把佛陀的教化 把龙说 来精简的地方 来解释它 这样一个意思 好 后面呢 有的讲过了 我们就不去多说了 本诀 始诀 究竟诀 等等 说 后面 有一些话呢 我们这边有个 underline的下面 此觉性 寒灵本具 就是说 这个佛性 这个佛者 觉悦是任何一个 寒灵 就是 有情 一切有情人 他有灵明觉知的 没有一个人 没有 无始无终 释迦牟尼佛 不过先得我 等之所同然 这句话是梦子里面的 人以理智 圣人是得我之同然 所以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 如来当事 一切众生 就佛性 跟人人皆 具有良知良能 这个观念 跟儒家思想 是相通的 虽然不能说相等 儒家思想 讲的是人性 佛家讲的是佛性 佛性当然更广 人性只是 人 蚊虫蚂蚁没有 可是佛性呢 人 蚊虫蚂蚁都有佛性 这就是 当然 不完全一样的 我们不过是 迷而不绝而已 所以在 无神灭中 是有神灭 比如什么呢 月在天 水星引现 水多引王 事故 佛时常住 未常灭度 特为我等一辈 着恶反腐 畅言入灭 令生悲念 又以大悲无尽 旷季无边 故虽四灭 人流一教 皆引后坤 好 我们看看 前面这一段话 讲的其实很好 我后面就用了一个什么呢 月轮 天上那个月 像个轮子一样 叫月轮 就代表 就前面说的 佛代表 无神面 就是佛性是没有神面的 是圆满巨族的 可是 水清引现 什么意思 代表 有神面 佛陀入灭是 水清引现 因缘巨族来了 因缘不巨族就走了 是有神面的 佛性是无神面的 可是他的化身是有神面的 所以这边 前面才说 无神面中 是有神面 披露月轮在天 水清月现 水灼引王 所以这个道理讲起来 是佛教的道理 天上的月亮 代表佛的本性 水的月亮 代表佛所显现的 在硬化身 在我们说佛世界的硬化身 所以说 至故佛时常住 未常灭度 所以说 这个说法是大乘的说法 不是小乘的说法 不是小乘的说法 他解释的时候 他用大乘的说法 不是用小乘的说法 特为我等一辈 着恶凡夫畅言入灭 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觉得 佛陀也入灭了 又以大悲无尽 况记无边 可是佛陀入灭 并不代表他 就不离我们 不离众生 所以在《念凡经》里面 也有一段例子 很有意思 他说到 佛陀为什么入灭 他可以不入灭 他为什么入灭 我们众生的心里 就是有个弱点 反正 佛陀都在那里 我们不必担心 就有点依靠 上次我记得 举了例子 老阿嬷在上面 管着我们这个 我们都不必担心 一切交给他 就会有依赖心 你就不会长大 永远父母在 你不会长大 你必须要离开父母亲 你才会长大 你才会自己的去自觉 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呢 佛陀并没有把众生丢掉 那么 所以 后面又有一句话呢 是从《书经》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 比较不读这些东西 所以要 所以要多加解释一下 垂玉后坤 玉是父祖的意思 后坤就是子孙 后代子孙 后世 就为后世子孙留下工业或财产 这是出自 苏经 后面这两个是多余的 出自苏经来的 应该是 出自苏经 里面来的 本来什么 《诗经》哪一篇 苏经哪一篇 我想后来 不必要引那么多了 大概小得就好 就是要 佛陀就是离 人流遗教 接引后世 这些 后世的这些众生 那么在法来讲 我们有法子法尊 等于说 后代的这些 学佛的这些众生 都可以占背的意思 好 那么 仪教的仪是遗留 教是训诫 由如书所称的 顾命 顾命以前是皇帝 那么 义世人所谓的仪族 依而行之 是似为法子 不依所属 是大念 不孝则已 这是借着孝来说明 佛跟众生的关系 经者训为法 训为常 则如愚处广逝 就是其他地方也都讲过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 经这个字以前看过了 我们找了翻译叫做 Sutra Sutra就是苏达兰 或者叫做修多罗 文字代表现的意思 意识为契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 就是 我们上次解释过了 现在还有其他 佛教本身解释的意思 就是下面这些话 那我是根据的是 参与老法师 参与老法师也是根据了 一些翻译的 一些而来的 首先看 现含多意 现含什么意思 因为以前解释过现 也解释过它的意思 可是那个时候解释一部分 实地又解释一部分 因为解释太多会很繁锁 所以我在内边稍微解释一些 这边再解释一下 可以当作互补 翻云修多罗 量 量就是实在 英文就是very 就非常 因为持土 就是我们中土的 贵重五金 亦少 故翻译加 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 要加语字 翻译加译 以金字代修多罗 因为我们注重五金 金 金是最重要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这个目录学 各位晓得 目录学是个专门学问 比如我们佛经大堂经 就是个目录 所有的书都有目录 目录就有个目录学 那么因此呢 以前有分金石子集 什么什么篇 那么佛经呢 按照金石子集 比如说老庄啊 都是子学 金石子 金是第一名 子是第三 所以我们佛门的 也是属于子 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 最注重的是经 佛经 所以就把它翻为经 那么修多罗本来的意思 出自广文 依得出生 出生的意思 什么叫出生 就所有的这些人生宇宙的道理 都是从经中生出来的 比如我们刚刚说到 经是常的意思 经是这个 法的意思 就代表说 经就是一个恒常不变的道理 法就是一个规则 一个原则 一个原理原则 叫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是经的意思 套在儒家经典通 套在佛门经典 还是通 所以我们前面讲 经是三世诸佛 过去现在未来 使法界 都通 那么儒家的经是人通 人道是通的 这样的 这个不同的是这样 但是他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说 因为我们本土的是 儒家为本位的 所以往往借儒家的解释 来做诠释 好 刚刚讲出生 出生一切道理 第二 则涌众 意味无尽的彼时 代表没有止境 三则显示 显示诸义故 显示各种不同 神末 分辨邪圣故 神末是什么呢 木匠用的 神是 就是神子的神 因为以前的木匠呢 就用这个神末 末是黑色的 来化 现在就是规矩了 就是原则 原理原则 现在讲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经的这个 另外一个意思 那么后面呢 就是说 分辨邪圣 因为你有了这个规矩之后 你才晓得 什么合理 什么合如理如法 哪个不合 不如理不如法的 就可以辨认 学正了 舞者是杰曼 杰曼就是说 灌穷诸法固 曼本来是 头发上的 好像杰的那些 很热 很美的 或者是花曼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 这个法可以像一个 琳琅满目 这个 妙花纷纷纭 贯穿各种道理 这些等等的意思 所以这个经这个意思 修多了的意思 有很多的意思 在里头 那么另外 看到一个翻译名义 就是翻译 以前翻译 最早翻译的时候 从梵文翻译为 我们中文的时候呢 修多罗 西域名苏达懒 旧名修多罗 而也 获言无番 寒武义 所以有人说 异位无穷 故欲永泉 我们看在 这个 故宫那个双溪那一带 有个叫永泉寺 我最近到福州 他们有个永泉寺 我想我们这个 永泉寺也是 永泉什么意思 就代表这个 孟子不是说吗 孟子说 我们学问 要如滚滚的 这个泉水一样的 要自得知学 如泉水一样的涌出来 那你的学问 你才是 真正 你把学问 学到了 那么此地呢 就用了说 像泉涌出来 泉水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佛所说法 如早上尘 直早上的灰尘 未说法 如大地之土 佛所说法 它不是用我们 绞尽脑子 它是禅定中 从正悟到以后 自信流露出来 好像禅宗祖师一样 他悟到之后 他不必看经典 他都能够滚滚的 源源不断的出来 源泉滚滚 孟子是讲 读书的心得 那这边是讲 教理的是要这样的 意味无穷 如永泉 另外 人生妙善 故号出身 所以他出来一些道理 都是很奇妙 所以我们都开经记说 无上甚甚为妙法 无上甚甚为妙法 所以有妙善出身的意思 是凯定 凯定就是来量 故批语神末 能是正理 故名显示 观参诸法 故名绝 那这个就是把 就是说 这个翻译 最早的翻译 是有这些翻译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这里这里就 因为用一个表 我说 把参与老法师 这个表来看一看 说什么叫永泉 经教如泉 永夫伐水 弦欲引之 皆不能静 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了 经教好像全一样 我们看经典那么多 现在的经教 至少有一万卷 每卷看一个字 就有一万字 那讲完了没有 还是没讲完 所以呢 文心雕龙有一句话说 负一万章平民一字 负一万章的意思 文心雕龙 就是讲这个文学 在赵梅太子 在梁武帝 他们那个时代的 负一万章就是说 他像富有的时候 好像写了一万章 他还是没写完 平民一字就是说 我平到指 一个字我都是多余的 我都不随便讲 佛经也是这样 重要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说 必要的时候 一句话都不说 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 千言万言都说不完 第二是神墨 神墨为工匠修道的标准 佛经为四种修行的法则 出生 三世诸佛皆有法生 三世诸佛从哪里产生的 所以我们读心经 心经后面有一句话说 三世诸佛依波罗波罗密多故 代表说波罗波罗密多 就是三世诸佛产生的原因 所以波罗经有的叫做佛母 母的意思就是 波罗产生诸佛 好像母亲一样 一官道友讲到 无极老母 他说无极老母就说 无极老母生出 妙的他说生出万法万佛什么 他是这样解释 不合佛意的 佛意的母的意思就是 我们常说这是什么之母 就是所有的最早的产生的来源 所以三世诸佛都是从法出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乘请求论 他就讲了法 法是怎么来的呢 法是本质具足的 法是不是这样 达玛是一个法则 法是众生心 有人有的学者就批评说 你说磨合眼大胜 法是 范文讲 达玛是法则 可是他解释众生 为什么有人解释众生心呢 众生心的法是本来就有 就好像说人性是本有的 佛性是本有的 不是佛创造的 也不是善人创造的 所以他说这个法的来源是 把耳如是的 并不是因为有佛才有法 本来就有法 不过佛是先知先觉者 而已 所以这个 所以说这样讲 法这个意思就很深刻了 所以一般人会说 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 一般我们说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 基督教这样说 没错 佛经不是哦 佛法是佛陀创造 这个话是错的哦 佛法本身是法耳 就是具足 就是如此 不是佛陀发明创造 不是 因为我们讲诸法无知性嘛 是本来就具有的 佛陀是先知先觉 他觉悟出这个道理 宇宙人生 始法界的道理 本来是如此 所以三世诸佛能够领悟这个道理 他懂得这个般若的这个道理 所以诸佛从般若出来 他懂得诸法的自信 诸法的本然 所以我们从这边才能了解说 三世诸佛皆由法身 什么意思 这个跟一般基督教所讲的 上帝创造 人类创造 宇宙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哦 搞不好会误解的哦 会误解的 所以我们不说天然天生 佛教比较不用天然天生 用法尔 法尔 尔就是尔雅那个尔 本来就是如此的 叫法尔 具足 法尔如是 好 那么显示就是说 金能显示 四出世间法 三层全实诸佛 显示就是表现出来 金的内容就是表现出 世间法 初世间法 这样子 好 劫漫阴漫 劫美文句 妙意理为经 如劫百花为慢 这是比喻了 所以为什么要 又有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几个解释 一般都是用贯色常法 贯通 然后呢 色词实法界 常识经久不变 三识实法界 如何如何 我们前面解释了 贯色常法 要整个文句 贯通起来 如何 那是一种解释 那这个呢 是根据了翻译的名义 里面解释 节慢 就是这个比喻 是百花慢 结美的文句 文字优美 妙意为经 文字优美的内涵 就是它有很微妙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的意思了 弃经 我们说弃经是十二部经里面的一个 前面说过了 好 这个 就是讲大乘意 所以才比喻用前面那个月轮 水星月现 月轮无生灭 水星月现 有生灭 佛的本身 它是 本来 就在没有生灭的一个境界之中 佛教本身就要出离分段生死 出离变异生死 出离这个就没有生死了 可是没有生死 它还会显现出作用出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有生灭 那两个是没有矛盾的 就是法生 一个是化生 这样子 好 所以它是十相为体 法生是长度不灭 明宗是 它的修行的宗旨是三学 三学就是戒定慧 这三学 尊重 穆叉及定 佛罗提穆叉 就是戒律跟定慧 就是戒定慧 这样子 论用 这个经有什么用呢 正入涅槃为用 与双树将入灭 叹教 文士藏教 一句大成之理 就是说 从文士的外表 看起来是属于藏教 什么叫做藏教 藏教就是天台讲的 藏通别远 我们华言叫做小教 就是深文教 所以这个藏教不是西藏佛教 此地讲的藏教就是小成教 但是里面具有大成之教理 那么藏是阴舍之身 在小成教里面 大成呢 法成常在 所以这是不同的 那么下面就是要解释什么呢 解释这个 武中学院完了 各位可以看 师明 贤体 明东 仁荣 拍摄 希望这五个各位稍微记得一下 这是天台中解释佛经的五个步骤 华言中更多 十门试经 有十条 那个太复杂 所以我们用的是用悟从的方式 法一部经的一个大概的 终止 刚领 修行法要 它所依据的行上学的 那个理论的基础 全体就是基础 明东就是修行的法要 论用就是这部经有什么用 叛教就是这部经 它是属于什么程度的 你看它就很清楚了 好 下面就是说 涅槃 垂 因为这部经里面有垂 前面讲垂 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垂 垂 佛垂涅潜 耶 佛垂涅潜 is 什么意思 垂是什么意思 垂就是英文里面的 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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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是涅 처음 涅槃 赤则不论出路 注意到这个解释是大胜的解释 自信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我们读六子谈经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何其自信本质清净 本来清净 这本质清净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佛本质清净 一切众生也本质清净 虽然他在轮回之中 他还是本质清净 是他不知道而已 所以诸法是如此的 佛根众生平等无二的 不增不减 不会增加不会减少 他不变的 并不是说我成佛 我的涅槃多了清净了 没有成佛我少了 所以禅宗主师里面有说了 此自信再胜不增再凡不减 胜人没有增加 凡人没有减少 不论出入 没有出入涅槃入涅槃 下面还有 有余余涅槃 无余余涅槃 我们后面都还有解释的 有余一 为三层以断见识止符 而所欲的果符身上在 是曰正果实入 有余一涅槃 这个是小神说法 有余一涅槃是这个人 已经正到阿罗汉 他正入涅槃 阿罗汉的涅槃 但是他的身体 body 还在 就是指符 以断见符的指符 但他的果符仍在 他还有一个 因为全因而有这个果 这个符还在 好像电扇 虽然你把电源关掉了 电扇还在转 转转转转转转 他没有了 果符仍在 身心尚在 就是在人间 你所看见罗汉 那是有余一涅槃 另外一种是无余一 就是三层灰身灭 是复归无名 无物本体 此正曰 此论垂入也 就是说 现在佛事先入涅槃 是无余一涅槃 他已经涅槃了 不在了 前面是有余一 现在是无余一涅槃 灰身灭之 这个灰身灭之 还有一个在天台叫做什么 叫做入了偏真涅槃 真假的真 就是他入了断灭的一个涅槃 这个涅槃是不能够启用的 不能度众 这叫做灰身灭之 对大乘不证这个涅槃 大乘不证这个涅槃 小成人的解释 是说佛陀是入无余一涅槃 大乘不是这样的解释 还有就是无助涅槃 这是大乘的说法 诸佛菩萨有智慧固 不住生死 有慈悲固 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固能飞灭世灭 不住涅槃固能飞生世生 就是前面讲的 天上的月轮 白天看不见 晚上能看见 晚上要有水的地方 才能看见水月 或者晚上没有云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见月亮 可是月亮有没有灭掉呢 没有 这是比喻了 不是说月亮白天不见了 一个是看不见 一个是在地球的那一端 我们看不见 因缘不具足 你看不见 其实它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非灭世灭 所以因此说 大乘的说法说 佛陀是什么 非灭世灭 它并没有生死 好像月亮 并没有生灭 但是因为白天 因为有云层 所以看不见 所以不住涅槃固能 非生世生 可是为什么晚上 我们有看得到月亮呢 那就是 非生世生 它是不生灭的 不生灭就是它不动 它没有生 它也没有灭 因为有生就有灭 就像月轮 这是比月 佛久正 此无住涅槃 既为有缘度尽 故事垂入无于涅槃 时不同二臣之 一灭永灭也 所以这是跟小陈的人 你跟小陈 跟南传人讲 他们不相信这些 也不懂这些 也否认这些 那是想法不一样 好 下面就是解释 这个翻译的人 是纠摩罗什 谣情三藏经历论 三藏当然有 有些解释 比如说 通经的叫经师 通律的叫律师 通论的叫论师 三个都通 叫做三藏法师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翻译经的就叫三藏法师 两种说法 这样 法师 那么下面 金文罗什是什么意思 它是翻译过来的 同时候 就是童年并有其得 从小就是很有学问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那个续分 续分就是这个开头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初转法轮 杜阿若乔成如最后说法 杜虚拔陀罗 所应杜者皆已杜起 于梭罗树间将入涅槃 事业中业 寂然无声 为诸弟子略说法要 这一段就是续 所以我们看续就是一个开头 一个开场 各位可以看 人物是谁 空间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间 这都谈到 就在这个里面全部都谈到 交代得很清楚 那当然还有 释迦牟尼什么意思 牟尼 释迦牟尼佛 这个我们很熟悉了 它就是能人即灭 原本的意思是这样 说法四十九年 度人无量 那么出在路远院三转法 四弟法轮 转法轮我们以前讲过了 上面一篇讲过了 三转法轮 这个就是四弟法门 后面呢 我们再看到后来 下面有个表 这个表是我们上次讲三转法轮 重转什么四转物 正转如何如何 那么转法轮有三意 佛说妙法度众生心 四弟动子 弟子说法度众生 跟四众弟子心中 依法修行 所以事上说 佛对众生 弟子对众生 转法轮就是说法就叫转法轮 佛三转法轮 初转 四转 劝转 正转 我已知 我已正 你当之 你当正 如何如何 对我们前面说的 那叫转法轮 那么这个转法轮呢 就有佛对众生说的 弟子对众生说的 事从弟子心中依法修行 自己可不可以转法轮 可以啊 我依照风行 我也在转法轮 所以转法轮有这个意思 那么另外还有呢 法轮的寓意是什么意思 法轮有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边呢 法轮是个轮子 现在有个法轮功 法轮功跟佛教是没关系的 它只是一种气功练身体的 我们这边讲的法轮 谷 这边有个谷 因谷 谷就是车子的轴心 叫谷 辐 辐射出来的目网 就是外面那个 还有辐 辐射出来因辐 网 车轮外扩 外面东西 辐射出去的 辐 那么下面说 转的法轮是什么 是会 是戒 是定 就是说 正见正思为 八正道里面属于会 法轮转的是什么 三学 戒是什么 正与 正业 正命 这我们前面提过了 正与 什么不妄语 不两色 不二可 不情语 正业 正命 就是正当的职业 为什么正业 正业是 修的是善业 敬业 不是恶业 然后定 就是正经敬 正念 正定 所以八正道 其实就是 戒定会三学 佛法不外戒定会三学 六波罗蜜也是戒定会三学 三十七道平 还是戒定会三学 有广有瑕 那么当然他是以戒为主 所以龙严经有一句话 这边我没有说 戒定会是有次定的 一戒申定 一定发会 按照次定是 先戒后定 后会 但是呢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比如说定会等词 定属于止 会属于观 定会等词 止观双照 所以他是有 有他次定 有的时候按照戒定会 这个一步一步的来 有的时候是戒定会同时 这个这个 即定之会 止一会之定 那那个就是禅宗的修法了 禅宗的修法 就是同时的了 一般按理是 先戒 后定 后会 但是 像乐园经也是 谈到先戒 后定 后会 有的时候 是三者是 合在一起的 好 那么下面 我们看到 法轮 如转 轮 轮 圣 王之 轮 宝 这个 法轮 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轮 有什么意思呢 摧毁的意思 我这里面很多是依据 参与老法师 他的 他的那个 表姐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佛经 每一个字 他有非常严密的定义 一丝不乱 法轮 有 摧毁的意思 摧毁什么 摧毁烦恼 比如我们讲阿罗汉 有 阿罗汉 这三个字 有杀贼的意思 杀贼不是杀人 杀贼是杀烦恼之贼 应供 应天人供 无声 等等意思 这还有他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还有呢 摧毁三藏 就是货业苦 这三个 轮回的 医货 照业 银业 寿报 货业苦 脸平 这个轮还有脸平的意思 轮子是在转 还有摧毁的意思 还有脸平的意思 就是心地 身佛空有 怨亲平等 身就是众生 跟佛 空跟有 不偏空 不偏有 怨亲是平等 所以脸平什么意思 脸平这个 我们的心地 所以第二个 轮 它具有 身佛平等 空有平等 怨亲平等 又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然后要运转 法轮是在转的 车子也在转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藏密常常有的转法轮 大家都可能都有这个经验 对不对 什么叫转法轮 这就是个表法 它里面有一个形式 你弄那个东西 是个形式 但是形式背后 就是要 气到我们的心 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摧毁 脸平 运转 运转的对象是谁 是众生 转迷为物 转世成智 转凡成圣 离苦得乐 佛教不是要得 苦哦 它后面还是 常乐我尽 这是大圣说法 记得哦 这是大圣说法 常乐我尽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法轮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摧毁 脸平 运转 这三个意思在里头 法轮 光是法轮 这两个字 有意 意 是 是就是解是 烦恼要 祸 业 苦 烦恼是因为迷惑 就有烦恼 烦恼就会 有因为祸 就会有业 有业的因 就会有苦的果 这就是三丈 怨消三丈 诸烦恼 就是货业苦 出离这个货业苦 就得到泄脱 得到自由 正如涅槃 是这个意思 那后面就是脸平 我们的众生心 是心不平的啦 心不平的 对吧 我们心平气和 所以这个心 脸平我们的心 把我们这个 不平的心 把它碾平 让它平 就自由 就泄脱 就涅槃 就可以 出离了 好 那么前面说到法轮 他有他的骨 骨是会 福是戒 网是定 因为戒是福 辅射出去 他的会 轴心 然后有钉 那么比较具体的是 右边这些 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是拿出来了 可以常常来 来review 再来体会他一下 然后刚刚谈到 梭罗双树 刚刚谈的是 梭罗双树在什么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 如何如何 那么它是上之相合 下根相连 下面根是相连 上之是相合 四方八诸 四荣四枯 刚刚我们看到 后面看到 他有表法 佛教里面很多都是表法 比如说我们随便讲 我们在一个佛堂里面 一定会有什么 香花水果 还有灯 还有香 还有牧鱼 对不对 香代表什么 戒定真香 香是闻香 谈香 我们看外表 它里面是意思 戒定真香 另外就说 你们这个牧鱼 为什么要用鱼呢 我记得上的也提过了 因为鱼的眼睛 是不会闭的 就代表一个人 永远保持清醒的状态 永远是惊醒 不会懈怠 不会放映 那么就代表鱼 牧鱼的鱼 所以以前有个人问说 你们佛们跟鱼有什么仇 一直敲牧鱼 有什么仇 没什么仇了 因为他不懂 鱼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 灯代表什么 灯代表智慧 坐上灯 永远都是放过的大光明 代表智慧 花果代表什么 众因就得果 众善因就得善果 众有落因就有落果 众无落因就无落果 受戒定会就成佛 这就代表香花水果 佛的向三十二相八十五号 也都有他的表法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说 四方八十四荣四孰四孔 四德破八岛 请各位看 四岛四熔 佐有 四岛四窟 佐空 这八岛就把整个佛教的精神 主要的佛教的核心 还是在里面了 我们这边看了 五因是义 色一正二报 寿三苦八苦 想行妄想千流 事是无我所 这我们前面讲的五因 色就代表外在的色 就是一报 三个大地是色一报 我的身体就是正报 那我们所受的是什么呢 三苦我们讲过了 坏苦苦苦 这个坏苦苦苦 还有一个什么 行苦 八苦还有其他 生到兵死 冤真会五因赐胜 求不得 等等的 苦 想是妄想千流 事无我所 好 因为这个五因 执着五因 就起了 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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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岛 乐岛 长岛 我岛 什么意思 这是 左右 我这边讲 左右 凡夫 左右 就是 不敬 直敬 不乐 直乐 无常 直常 无我 直我 叫做 有为是颠倒向 这个 这个是哪里叙述的 这个是大波涅槃经里面叙述的 凡夫 我们人都喜欢 长啊 我希望我永远不死啊 我希望 人生永远是乐 永远是静 永远是 这个这个 静 长了我静 这四个 希望永远如此 实际上是不可能 所以才会有 苦空无常 无我 就是四道 无为 这里是 有为四道 这个四道 可以加两个字 有为四道 我这边讲了个 左有 左有 左有就是有为 那因此呢 就有苦空无常无我 就是二成人所修的 他就执着无常 执着无我 执着苦 执着 不敬 这是两边 一个左有 一个左空 就是 是荣 是库 这两边 因此要怎么办 就中间这个了 涅槃 就是涅槃经 这一个表解就代表涅槃经所讲的 我们修小成的 你会变成无为四道 凡夫它是着 有为四道 既不是有为有 左有的四道 亦不是着空的四道 成为所谓的 常乐我静 叫做涅槃四道 我再讲一句重点 凡夫是左有的 三界六道都是左有 不管它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左有 我比如说我修了很高 我禅定功夫能够到八万四千大跌 那么高 它还是希望我永远存在 它都是执着 三界有 色界有 无色界有 欲界有 左有 所以写了有为四颠倒相 二神人他刚刚我们说的 他着 这个叫什么 这个 偏称涅槃 执着有涅槃 执着在涅槃的这个地方 成为着空 所以才有 藏了我静 好 那么刚刚这一个呢 说四方八诸 是一表的八道 就是把这个涅槃 这个 梭罗双述 跟所谓的涅槃 士德 注意到 涅槃士德 是大成的 是正面的 小成是个负面说 哎呀 你不要 藏了我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用普空无常物 震入一个涅槃 是空的涅槃 那是着空 所以你要以空 指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 才成为藏了我静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边就特别 这边就我网上抓来一个表了 把涅槃的意思是怎么样 如何如何 所以后面就是我们把涅槃这个佛教的术语来做个解释 涅槃本身这两个字不是佛教本身有的 印度本来就有 那后来佛教用了这个话来解释佛教的涅槃跟一般的涅槃是不同的 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就是解释 补充解释涅槃这两个字的一个精神所在 那我们了解的涅槃就不是光是佛教本身还有它的历史的背景 谢谢